风筝电视剧被禁四年原因揭晓51集网络完整版值得推荐 这两天,估计很多人都知道这部电视剧了 因为它有各天大的卖点,被禁了四年 早就拍好的剧,17年年底才开播 相比之下,冯小刚的芳华幸运太多了 还有消息说,风筝五年前2012年就已准备就绪了 却一直被禁播 编剧杨健在接受采访时说 这部戏拍摄不易,播出也不易 卫视两次定档,结果都是开播前被撤档 就是这种冷遇和神秘感 让风筝一口气冲上了最近的卫视收视率冠军 可是,风筝的豆瓣评分从8.91路跌到7.6 现在暂时稳定在7.8分 这大起大落的评价,实在太刺激了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剧情有问题,还是同行抹黑? 加上最近风筝海报未属名编剧的争议 这真是一部命运多传,戏外比戏本身还多的大戏啊 要知道导演朱炎柳云龙,是公认的中国谍战剧教父 他一直以拍谍战剧舰长 暗算,血色迷雾,告密者都曾风靡一时 按说这样的导演,应该不会失手 何况还有那么多实力派明星助阵 风筝一改重用小鲜肉的风气 重新回到实力演员挑大梁的正确路线上 许久未见的李小冉也来了 风筝到底哪里有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风筝电视剧被近四年原因揭晓 51集网络完整版,值得推荐 第一,节奏进展慢 小编看到17集 还没看到国共双方开战 而这部剧重点就是解放后 也许你看完了整部剧就知道为什么这样说 前面这么长的间谍乱战铺垫 真的有必要吗? 你们想看的旗袍女神 李小冉到16集才登场 第二,正要签致谋双全 做事沉稳 但我党其他地下工作者们 都急躁、谋操、各种不细心 他们能持续留在军统、中统各种要害部门 真是一个奇迹 被吐槽最多的江心 我党重要卧底 戴笠的秘书 在敌方最核心、最关键位置 生存下来的 应该是最冷静、沉稳细致的人 但他偏偏任性、暴躁、冲动、通主病 最要命的是不听上级指挥 说实话 在戴笠身边做事 但凭任性这一条 就足以死上几十次了 还有 正要签和陆医生的前两次见面 都变成了吐槽大会 虽然台词很接地气 但这种街头是不是也太张扬了点 小编知道 很多人看到这里都要拍桌而起 你这不是吹毛求疵 鸡蛋里挑骨头吗 嗯 原因无他 要怪就要怪柳云龙过去的作品 实在拍得太好 他出过最好的国产蝶战剧之一 暗算 豆瓣至今评分保持在8.9 暗算通过安在天、阿炳、黄一一、钱之江等情报工作者的命运 折射在大时代 吓人性的撕裂与挣扎 而风筝的剧本台词 剧情逻辑 人物细节 明显有点差距 不过再怎么说 也比那些小鲜肉面他们的谍战剧 要好上一百万个陈学东 而且风筝从网络流传的51集 缩减到卫视版的46集 确实删减了不少 风筝的故事重点在后面 解放后 因为这才是真正的看点 风筝总体上还是值得推荐的 完成度不错 但我说的推荐 是51集的网络版 原因 你懂得